你好,我是黄海,欢迎来到我的课程《中国消费产业报告》 关于今天的中国消费产业,在课程的第一讲,我想先告诉你 我观察这两年的消费产业得出的一套框架结论 它分成四步 一,今天的中国消费市场上,由于供应链体系足够成熟和完整 你不再需要构建自己的工厂和自由渠道 你需要的是跑好最后一公里的能力 二,在今天,打造成功消费品的最后一公里的能力分成两种 一种是洞察与连接用户的内容能力 一种是撬动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组织能力 三,快手、抖音、小红书这类新的网络媒体平台的崛起 只要你拥有足够独到的内容能力 就能借助平台到达专属于你的用户群 四,想要撬动中国庞大的供应链体系 让它为你所用,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灵活的组织能力 这个观察框架抽象出来,就是三个关键词 新内容,新用户,新组织 这三个关键词构建了今天我们看见的很多新消费品牌 这三个关键词会是整门客的主线 我们会看到这几个要素怎样影响了中国的消费产业 让新品牌崛起,甚至获得颠覆传统大牌的势能 这一讲,我们先来讲讲这几个要素 第一个,新内容 也就是用这些新内容平台的工具 洞察连接用户的能力 你有没有感觉,作为一个消费者 这两年花钱太容易了 过去购物,要么开车去超市商场 要么在专门的购物APP上逛 可这两年,你在手机上随便娱乐一下 都可能不知不觉的买了一堆东西 你刷着抖音,一下子就被带货买了一支口红 你在快手,给老铁双击了666 转身就下单了老铁自家产的风干牛肉 别怪自己太冲动 这是现在新内容平台带货太厉害 中招的不是你一个人 来看看今年短视频平台的带货成绩 2018年快手上线了自己的电商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2019年快手的交易量已经有千亿规模了 和中国排名前五的电商唯品会成绩也差不多了 抖音虽然不像快手 以自己的电商为主要发力点 但广告收入是真厉害 2019年,抖音一年的广告收入超过600亿 已经相当于整个腾讯集团的广告收入 消费品是抖音广告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阿里一家每年就要给抖音掏70亿的营销费用 这背后其实就是短视频为代表的内容形式 成了主要的消费带货工具 在这股消费产业变化里起作用的内容平台 还不只是抖音快手和淘宝直播 像微博大众点评小红书这些内容平台 也都在短视频化 我观察到这些平台上的新内容 应用到消费上 大大提升了企业跟消费者沟通 各个环节的效率和体验 完成一次消费行为 企业和消费者的沟通会经历五个环节 产品定义 传播 决策种草 导购下单 用户反馈 而这几个环节现在都在被新的内容能力重塑 新内容是这几年消费市场里最猛的吹化剂 消费品牌能用多渠道跟用户做更深度的沟通 交易也更容易达成 用户的购买体验更好了 拿口红来说 你刷抖音刷到了完美日记的新口红也不贵 从了解到决定购买再到下单 可能只需要两分钟 传播 种草 购买 三不合一 第二个要素是新用户 为什么在今天新的内容能力能驱动这么大的变化 这是因为这几年新的内容平台 给新品牌们带来了新的用户土壤 新用户是人口结构轮换的结果 我观察到这些年轻人对消费的理解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事不可逆 这些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是 他们不是看电视长大的 而是用着互联网长大的 现在年轻人消费有三个前提 要好看 要能彰显个性 最好还是喜欢的明星或者新人的朋友推荐的 有个数据惊讶到我了 李佳琪的粉丝80%都在25岁以下 说明年轻人很吃带货这一套 但新用户就等同一个年轻用户吗 其实也不是 比如我爸 他已经退休了 他生活在一线城市广州 用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也不会用淘宝 但今年他却告诉我 他在网上买东西了 怎么买的呢 他从今日头条上买了一双鞋 对 今日头条也卖东西 他都不是在线支付 而是获到付款 这样更能获取我爸这种中老年人的信任 他们看到东西在给钱会比较放心 老人 小孩 农村 三四线城市 各种圈层的用户 被头条和快手这样的内容平台 卷入到互联网当中 并成为消费企业的增量 阿里巴巴已经有这么大的体量了 2019年活跃购买用户还涨了一个亿 这还没有完结哦 因为涨完之后的年度活跃购买用户 也不过才七个亿 刚超过中国人口的一半 所以所谓的新用户 其实是新触达电商网络的用户 虽然这些用户各自有不同的特性 但从共性来看 他们的消费行为都会被新内容重塑 一方面 他们的购买行为可能更冲动 这是因为现在购买闭环更短了 一个商品好看 看起来好用 在短视频强烈的视觉冲击下 马上就能下单购买 另一方面 他们的购买渠道更碎片化 因为不同的内容平台 把用户分成了大大小小的各个圈层 消费品公司做投放 就可以选择更精准的目标用户 我有个朋友做了早安英文的公众号 用户主要是爱学习的年轻女性 强调成分支持的护肤品牌HFP 就成了她的广告主 每一个内容账号背后 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消费圈层 还有就是 他们更容易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购买 无论是淘宝直播带货 快手达人卖土特产 小红书大V种草 还是拼多多的熟人推荐 都是这个逻辑 第三个要素 是新组织 中国已经有了成熟庞大的供应链体系 你想要什么产品都能给你生产出来 你已经不需要自己建厂建渠道了 但你也得有足够灵活的组织能力 才能撬动这些供应链来支持你 我观察到在喜茶匠的新组织里 内容部门也叫品牌部门 但他们的核心职能已经完全变了 不再只是搞活动和广告 而是用输出内容的方式 打造公司的品牌 过去内容输出 是市场部下面的一小块业务 外包给公关公司或者广告公司 一年下来拍几套广告片就差不多了 但是在完美日记 喜茶这样的新组织里 内容可是CEO要抓的重点 每天都要对外输出内容 和消费者高强度互动 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我在发刊词里说过 现在进入了消费者驱动的时代 谁代表消费者意见 谁只有话语权 而内容团队 每天都在网上跟消费者接触 他们的工作决定了 用户如何理解一家公司 他们也沉淀了 更多来自用户的意见 所以在需求洞察上 最有发言权 我们来看一个细节 在这几年的新组织里 连最核心的产品研发流程都变了 过去是由产品部门自己定义 生产出来了 再给市场部销售部来做配合 消费者的声音体现的并不充分 而今天做什么产品 是内容产品销售三方一起决定的 内容部门能靠着对用户的了解 来提出产品需求 比如 洗茶卖的很火爆的几款产品 听着都很特别 石榴养乐多波波冰 牛腥奶黄波波冰 酸菜鱼包 这三个产品最初的创意都来自于品牌内容团队 产品团队更多是确保想法的可行性 更像个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内容会渗透到每一个环节 在内容的统领下 企业里传播商品服务渠道这些环节 从割裂变得贯通 消费企业和抖音达人合作 发一条短视频 它是在代销售 收集用户反馈 还是建立品牌 这些动作都是一体完成的 这一讲 我们先集中讲了一下 这两年消费产业的变化背后的逻辑框架 它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 新内容 新用户 新组织 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会逐渐展开 讲具体的行业和公司了 你会发现 这三个关键要素 是如何在不同行业 不同公司当中起作用的 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你有什么被新内容影响的消费行为吗 欢迎你在留言区里跟我分享 下一讲 我想给你讲一家快速崛起的新组织 完美日记